今年下半年,中国向南苏丹增派700名军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。 这是中国第一次派遣整个一个步兵营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。 中国非同寻常的维和努力引起了一些人士的质疑。 他们说,中国是借联合国维和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, 违反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护平民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中立原则。 中国是南苏丹最大的实业工业投资国。 在南苏丹的合资企业中,国有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占40%的股份。 在南苏丹石油产量最高时,向中国出口的石油占中国的总进口量的5%。 不过,联合国官员否认了有关指责。 据路透社报道,联合国南苏丹维和部队代理方言人乔·孔特雷斯说, 如果发生情况,维和部队会被派去保护油田里的平民和工人, 而不是炼油厂、输油管和储油罐。 中国政府也表示,中国维和部队将服从联合国统一指挥。 那么中国参加任何一项的维和行动, 目的都是为了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, 和平的解决冲突, 促进冲突地区的发展和重建,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 华盛顿的一些观察人士赞扬中国的维和行动, 有利于南苏丹的和平与稳定。 有人批评中国派兵去保护油田油气工业, 我的回答是, 南苏丹为了自己未来的经济利益, 也希望保护油田工业。 石油工业是南苏丹的主要经济命脉, 是南苏丹反政府武装力量的主要攻击目标。 支持者说, 不保护油田会进一步削弱南苏丹的经济, 增加南苏丹的动乱。 自从去年12月南苏丹爆发战火以来, 已经有1万多人丧生, 150万人流离失所。 8个月来, 战略油田成了双方争夺的目标。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非关系问题研究员孙韵说, 近年来, 中国多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, 中国向哪里派遣维和部队, 取决于联合国安理会, 而不是那里有没有中国的经济利益。 中国跟海地甚至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, 但是中国的维和警察, 防暴警察是有在, 一直在参与这个海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, 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部队, 或者说维和行动中间的贡献, 是取决于中国在当地的经济利益, 或者是政治利益。 世界更美好运动组织的总裁彼得杨说, 美国国会的民主共和两党以及欧洲盟国 多次敦促中国, 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, 中国正在响应他们的要求。 中国在响应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的呼吁, 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去年, 中国向马里派遣了300名军人 参加联合国的威和部队。 彼得杨说, 中国在那里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, 不过他指出, 中国当然不是单纯出于全球利益, 也会衡量自己的国家利益。 美国之音叶返华盛顿采访报道。